齐天大圣会72遍 这个一点不稀奇 但是宝宝们大概不知道 比大圣更能变的 其实是如意金箍棒 只要对他说一句 爱你一万年 就能变身战斗机甲 打爆妖怪 绝对是世界最强战斗兵器 这个关于金箍棒的神话 就是今天要说的故事 晴天大圣 故事还要从唐三藏取西京开始说起 话说这一天 师徒私人来到了刹车城 城内居民听闻高僧到来 特地举办了欢迎仪式 整个城内在歌在舞 但是却看不见一个小孩 大师兄火眼金睛 很快察觉异常 原来城里的孩子都被树妖抓去 居民也被胁迫着抓住唐僧 普通人肯定不是大师兄对手 唐僧见徒儿如此无礼 又开始嘴顿 教他要以德服人 就在这时 树妖也派出小弟杀了过来 唐僧坚持要讲道理 结果自然是一顿吃瘪 闻得不行 那只能来捂的 大师兄拔下毫毛 打算召唤猴子猴孙 结果 树妖大军很快杀了过来 大师兄祭出如意金箍棒 变成一把大铁扇 给树妖大军来了个下马威 手下猴儿和大军展开激战 大师兄直冲首领而来 让人大颠眼镜的是 这一板的大师兄实在太无能 直接被首领打成了内伤 眼见无法力敌 大师兄只好用金刚丝包住师傅 然后用金箍棒将他送走 唐僧的运气不咋地 一个不小心落在了妖族领地 看守她的是个奇丑无比的女妖 名叫月美艳 唐僧不愧是嘴顿小王子 随便动动嘴 就让美艳动了烦心 可是唐僧作为出家人 是不能谈恋爱的 就在她讲理之时 竖妖再次追了过来 很快妖怪内部就开始了混战 美艳妈让美艳带着唐僧赶紧溜 然后找个没人的地方把她吃掉 可是美艳早已动了烦心 根本下不去手 两人逃到一片海滩 遇到了龟丞相 龟丞相看到金箍棒 想要取回这根宝贝 结果被唐僧一阵嘴顿 选择了自杀 这时龙王又赶了过来 要拿唐僧问罪 美艳见势不妙 只好发动金箍棒 打趴虾兵蟹将 接着将金箍棒变成飞船 跑去南天门搬救兵 看守南天门的是四大天王 一看到唐僧 就要追究他说死龟丞相的罪责 美艳见四大天王 如此不讲道理 只好再次发动金箍棒 将他们通通打趴 正所谓 打架一时爽 过后毁清肠 因为揍了四大天王 天庭很快就派出天兵 下界找茬 一群小妖刚刚听完唐僧忽悠 相信他们可以用爱感动天兵 结果却惨遭毒手 唐僧见自己害了妖怪 瞬间小宇宙爆发 对天兵大开杀戒 杀起来是很爽 杀完之后嘛 却立马后悔了 他还不知道 天兵和小妖 其实都是美艳请来的演员 演这么一出戏 只是为了让唐僧留下来 可以和他朝夕相处 唐僧倒也配合 就这么加入了妖族 一段时间的相处下来 唐僧渐渐对美艳动了烦心 大雪天的时候 还会专门接他下山 这一天唐僧正穿着蜘蛛侠战衣 练习妖怪教他的法术 没想到对面大树上 却光芒闪耀 唐僧走进大树一看 发现树上有个蛋壳 里面还躺了个美女 美女说自己是外星公主 还说她们是冰河七时期 离开地球的史前人类 这一次回来 是为了反抗家长安排的婚姻 要追求自由恋爱 唐僧这个人也是自我感觉良好 怀疑公主是看上了自己 为了证明自己没感觉 公主做事要和他亲亲 就在这时美燕和他妈赶了过来 美燕妈见女儿被欺负 操起家伙就要砍人 结果被公主发动小天才手表 直接来了一出时空转移 小天才手表的信号传到太空 很快就招来了外星飞船 操门开启后 从里面走出一对士兵 小妖怪不知死活 使出一招影分身 想迷惑外星人 结果被检测装置 轻松侦破 一旦都没射片 红孩儿不信邪 寄出法宝无敌风火轮 结果被外星飞船直接吸收 成了一对废铁 这下小妖彻底吓尿了 胆小的妖怪一个不小心 说出了美燕请他们演戏 欺骗唐僧的事 唐僧听到后也是怒了 长这么大头一回恋爱 结果却被对方欺骗 不等美燕解释 唐僧就和她提了分手 决绝而去 美燕还沉浸在失恋的痛苦中 结果她妈却带来一个 更刺激的消息 原来美燕并不是她亲生的 而是从河边捡回来的 捡来的时候 美燕身边还有个奇怪的圆盘 伤心的美燕打开圆盘 没想到竟然迎来了蜕变 变身之后的美燕 成了名副其实的美燕 不仅长相漂亮了 背后还伸出一双翅膀 只可惜唐僧对此一无所知 公主带着她来到树妖老巢 准备救出几个徒弟 外星人火力很猛 不过树妖的马仔们更猛 让外星人有些招架不住 唐僧也想加入战局 然而金箍棒刚刚离开美燕小姐姐 任性的玩起了罢工 树妖逮住机会 想要解决唐僧 千军一发之际 美燕从天而降 就走了唐僧 金箍棒见到美燕 立马停止了罢工 只见美燕化身外星战士 接着带上金箍棒 冲进了树妖老巢 双重能力加持下 连树妖大军也挡不住她 外星人见此情景 决定将末日炸弹交给美燕 让她去炸毁树妖 很快美燕就到达树洞深处 如此嚣张派出大队麻崽 想将她消灭在体内 美燕毫不畏惧 启动金箍棒变身能力 变出一副机甲 将树妖大军杀了个落花流水 解决掉一票小弟后 美燕便救出三位徒弟 还将炸弹扔了回去 炸弹飞到半路上 却被敌方首领接住 这时大师兄祭出了杀手锏 趁着首领不适 美燕将她和炸弹 一起带进了大树体内 一声轰隆之后 树妖被彻底毁灭 美燕因为有护身仓 成功逃过一劫 危机解除后 唐僧又找了过来 只是这一次 美燕没给她好脸色 妖怪虽然已除 但是天庭的事还没完 唐僧带着几个徒弟 来到天庭请罪 没想到看守却说 他们已经查明 四大天王的事 和唐僧没有关系 原来美燕早已偷偷瞒着唐僧 自己跑来天庭承担了罪行 杀死天将可不是轻罪 御帝审判之后 给美燕判了死刑 唐僧得知判刑后终于坐不住了 他操起金箍棒 再次上演了大闹天宫的好戏 只不过他的战力实在太扎 拿着个金箍棒 还是被天兵围殴 大师兄实在看不下去 只好劫持了御帝 让他放走美燕 就在这时 镶着两颗大耳钻的佛祖出现了 佛祖不愧是嘴顿之王 三言两语 就让大师兄放下了屠刀 接着又对唐僧一番劝导 要舍小爱成大爱 唐僧向来是没啥主见 佛祖怎么说只好跟着怎么做 为了取道真经 佛祖将美燕变为一匹白马 让他和唐僧从走取经路 从此以后一人一马 就可以光明正大的组CP了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